四名在昨天安全回反事务的获救人质 今天召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赎金的去向 在记者会开始前 私人一起下跪 感谢各界的协助 表示有如经历 有如死后重生 随后他们表示 是在交付赎金之后才得以重获自由 而赎金是向公众筹获的 其中一名获释人质黄德纲透露 绑匪曾经威胁 如果拿不到赎金 他将会是第一个被斩首的人质 经过一天的沉淀后 四名获释人质今天亲自现身 跪谢公众 并且厘清各界对赎金去向的疑惑 在记者会上 其中一名获释人质刘俊贤的伯父 拿督刘曾强 输出赎金移交的过程 他说赎金是在5月24号 从沙巴山打根丰融银行提出 因为受限于国家银行的条例 赎金分成12个铁箱 有两名山打根警方 政治部警员 从银行护送到山打根警局 整个过程耗时两个小时 其中一名 获释人质黄德纲透露 绑匪曾经威胁 如果拿不到赎金 他们四人都会被杀害 而第一个人头落地的会是黄德纲 在被绑架期间 黄德纲一度以为 自己再也无法回返失误 他们在4月1号被绑架后 就被带到一座不知名的山上 他们住在帐篷里 24小时被持枪的武装分子监视 此外为了躲避菲律宾军方的炮火 他们还必须随时逃命 在度过生死一线的69天之后 黄德纲四人感谢社会大众伸出援手 让他们平安回家 这起鲁人案在4月1号发生后 仁治家属要求社会各界慷慨解囊 在短短几天内就筹获400万令吉 而武装分子则要求缴付 1800万令吉的赎金 仁治在6月7号获释后 警方坚称没有缴付赎金 这个说法令公众质疑赎金的去向 交属表示他们确实有交赎金 但是不会公布款额 NTV7综合报道